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莉莉拿出胃药给狐狸猫说 我刚好有胃药 你要不要吃 狐狸猫感激地说 谢谢莉莉 狐狸猫吃了胃药之后 觉得比较舒服了 就拿起药盒 看了看胃药的成分 说 最近认识了很多化合物 来看看胃药的成分 我认不认识吧 哇 好像是我看过的碱性物质耶 莉莉很惊讶地说 诶 所以胃药是用碱性的药来缓解胃酸吗 狐狸猫想了想 说 这样的话 酸加碱应该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吧 我们找小树蛙一起来实验看看吧 于是他们开始想象 肚子里的胃酸加碱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狐狸猫与莉莉一起设计了碱易的酸碱实验 他们准备了两只试管 其中一只试管装入锡盐酸水溶液 另一只装入氢氧化钠水溶液 然后将两只试管中的溶液混合在一起 此时 狐狸猫摸了混合溶液的容器 发现它的温度改变了 狐狸猫惊讶地说 试管摸起来温温的 莉莉想了想说 这代表酸加碱后 溶液会放出热量 让温度上升吗 狐狸猫又接着说 不过 刚刚我们把氢氧化钠跟盐酸混合后 观察到了温度变化 可是这是实验室才有的溶液 我们用生活中的酸跟碱 也可以观察到一样的现象吗 小树蛙点点头说 应该可以 我们一起来想想看 生活中的酸跟碱有哪些呢 狐狸猫想了一下说 嗯... 我们生活中可以取得的酸 有醋酸 柠檬汁 还有扫厕所用的盐酸 而生活中的碱 有小苏打 和刚刚黎黎给我的胃药 小树蛙听完后说 好 那我们就先用盐酸跟胃药 来模拟看看胃里的情况吧 狐狸猫在烧杯中加入盐酸水溶液 接着把胃药加进去后 开始观察 此时 狐狸猫用温度计测量混合溶液 发现温度上升 接着又摸了摸混合溶液的容器 发现它的温度也改变了 小树蛙又说 接下来 我们试试看不同溶液的组合 会怎么样吧 狐狸猫依序将小苏打和胃药 加进了醋酸 柠檬汁 还有盐酸当中 接着观察它们的反应 狐狸猫发现 如果把盐酸换成醋酸 并将小苏打加入后 一样可以观察到温度上升 只是温度上升幅度很小 但还是可以感受到容器的温度变化 接下来 请你跟着狐狸猫一起思考下面的问题 狐狸猫看着混合后的溶液 疑惑地说 那酸加减之后 会有什么新的产物吗 我只有看到透明的液体而已耶 狸狸想了想 说 还是因为产物融在水里了 所以我们才看不到呢 狐狸猫马上接着说 那我们就想办法 把水蒸发掉吧 小树蛙听完两人的对话后 说 好 我们一起来实验看看吧 于是 它们便把混合的溶液 倒入蒸发明里面加热 等水分蒸发以后 就可以看到白色的结晶了 狐狸猫很惊讶地说 这个白色结晶 看起来好像盐巴哦 难道酸碱溶液混合出来的 溶液蒸发后 都会有结晶生成吗 狐狸猫马上把醋酸加小苏打 柠檬汁加小苏打 还有盐酸加小苏打的溶液 都进行加热 发现也同样都生成了白色结晶 狸狸疑惑地问 小树蛙 你知道这些结晶是什么吗 它们是一样的东西吗 小树蛙回答 这些白色的结晶 是酸碱中和后产生出来的物质 我们称为盐类 不同的酸碱溶液混合后 产生的盐类也会不同哦 狐狸猫接着问 小树蛙 它长得好像食盐哦 难道盐类就是食盐吗 小树蛙回答说 应该要说食盐 是盐类的一种才对 除此之外 我们常用的小苏打 也是盐类哦 还有之前介绍过有的盐类 也都属于电解质的一种 至于什么酸 遇上什么碱 会产生出哪一种盐类 我们下次再来仔细讨论吧 狐狸猫开心地说 好啊好啊 我快等不及下次实验了 接下来 请你跟着狐狸猫 一起想想看下列的问题 狐狸猫好奇地问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 除了胃痛吃胃药之外 还有哪些酸碱中和的例子吗 小树蛙回答 当然有啊 跟你们说个烘焙秘诀 有些面包师傅 会在做面包时 加入小苏打跟优格 其实就是应用这个原理哦 狐狸猫很惊讶地说 哎 我第一次知道会加优格 不是都加牛奶吗 小树蛙接着说 加牛奶也是一样的 牛奶是弱酸性 酸性物质碰到小苏打 就会产生酸碱中和 放出热量 可以让面团发酵得更好 而且小苏打遇到酸后 产生的二氧化碳 也可以让面团更蓬松哦 狐狸猫恍然大悟说 原来如此 我以后都会记得烘焙时 不能只加小苏打 也要加优格或牛奶 小树蛙点了点头 继续说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也是酸碱中和的应用哦 那就是酸碱灭火器 虽然现在干粉灭火器 比较常见 但我们还是来认识一下吧 狐狸猫惊讶地说 酸碱灭火器 是那个会喷出白色的泡沫 跟二氧化碳的灭火器吗 原来这也是使用酸碱中和的原理 那酸碱灭火器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 小树蛙回答说 一般的酸碱灭火器 使用的组合是工业硫酸和碳酸氢钠水溶液 两者混合之后 除了有我们知道的水跟盐类以外 还会产生二氧化碳 另外也有盐酸跟碳酸钠的组合哦 狐狸猫突然想到之前的经验 说 啊 我还想到一个例子 上次去露营时 我不小心被蜜蜂钉了 那时爸爸叫我把伤口泡在尿液中 做紧急治疗 小树蛙点点头说 没错 这就是利用弱碱的胺水 来综合昆虫的乙酸 以达到舒缓疼痛的效果 但是如果伤口严重的话 还是要去医院给医生检查治疗哦 狐狸猫点了点头说 嗯嗯 我知道 各位同学也要注意哦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酸碱中和会放出热量 使溶液的温度升高 酸碱中和后 会生成水 盐泪 以及热量 最后 和狐狸猫与小树蛙 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土中 缠入适量的石灰或碳酸钙 让酸性过重的土壤变成凉甜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哦 下次见啰 拜拜